马超自梦起 说到蜀汉的英雄人物自然少不了西梁挤马超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缅县的马超墓 大家所有一起去看看 大家面前看到的这幅壁画 就是马超当年在渭水岸边 打得曹操十分狼狈 夺传避见的景象 公元211年 马超与韩隋等十部在关中起兵反对曹操 与曹操激战同关 期间马超几乎袭杀了曹操 之后他还在黄河与渭水之间多次击败曹操 一代萧雄曹操曾感慨到 马而不死 马而不死无无藏地也 可见其勇猛成度 公元211年9月 马超被曹操谋士假许的离间计击败 虽然自己逃回了安定 但全家宗族却被曹操满门抄斩 从此痛苦和仇恨便伴随了这位西梁猛将的一生 直到临终时仍不能忘怀 公元214年 马超投奔刘备 当时刘备正攻刘章于成都 马超带兵直逼成都城下 这让城中的刘章等人感到惊恐万分 立刻便降于了刘备 刘备曾经称赞马超 说他威武并招 信助北土 对此诸葛亮也深表赞同 曾经在给关羽的回信当中夸赞马超 说他兼资文武 雄烈过人 由此可见 马超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帅哥 马超墓寺 北一雷锋山 南陵汉江河 隔江与定军山下五侯墓相对应 此占地二十余亩 墓总呈南北向为长方形 周长九十米 总高八米 墓前数亿石碑 上课历书 汉征锡将军 马公超墓 相传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奇山之时 曾经率三军来此处为马超祭奠 并且让马超的堂帝马代亲自挂校 以激励三军 据说我身后的这座马超墓呢 它曾经被文物专家打开过 但是没有被盗过 那专家们曾经在里面发现了 汉珠 还有铜箭头等等的一些文物 现在这些文物呢 都保存在免仙博物馆内 根据史料记载 清代史 马超墓周围只有苍松脆柏 但如今这里只剩孤总高分 我们到时 马超慈墓正在翻修 眼前竟是一番落寞的景象 轻轻墓总之下 散满了片片枯叶 这位书自西凉 勇猛异常的军阀 一生东征西战 颠沛流离四方 经历了王族之痛 终归刘备的怀抱 但却未能了结家丑 人生写尽了悲凉 在如今马超的坟总之上 有一棵大树 无数鸟儿再次盘旋 仿佛是 威猴马超还在眷恋着这片 曾经留下过他威名的土地 在马超祠堂的大殿前 有一株从石塔上长出的蒲公英 吹之不散 似是九泉之下 马梦起的王魂 依然还执念着 当年曹操灭门的血海深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